加油 Dance Sir, 你的D-Base跟我有甚麼分別 你看到樣貌有不同 其實Base的品種 就比起電結他多不大 如果是電結他的話 就是Single Coil、Dual Coil 還有Humbucker 但Base有很多組合 最常見的是最早期出現的 就是P-Base 即是我們所謂P-Base 你有沒有見過 左兩個金屬片、右兩個金屬片 有沒有見過 那一款是最早期的 我們簡稱為P-Base 這支你記得嗎? 肥仔做的那支 是改良版 就是後來Fender再出 過了很多年不出 名字叫Jazz Bass 簡稱JBase 剛才我說P-Base 它是雕刻 但這兩個就是雕刻 很多人喜歡它的聲音 就覺得聲音清脆一點 P-Base的聲音比較肥 那我知道有甚麼分別的 你說你剛剛自己的那支 對 這支就很特別了 這支就是 那支是二型 又不是傳統Base的形狀 是二型的 還有你看它兩個Coil 兩個Coil很特別的 一個是Single Coil 一個是Dual Coil 這支是Humbucker 這支是Jazz Bass 這個就是Single Coil 那聲音呢 就是有兩種可能性 由於它有Single Coil 又是Dual Coil 它的接線方法 跟一般Base不同 弄的時候 都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不如今天 我們跟觀眾一起分享一下 你這支Base做出來的過程 好嗎? 好 當馬仔看到阿子明做了這個Jazz Bass的吉他之後 他的心裡當然想做一支 和肥仔那支不同的Base 於是我們就走上橙色網站 找一下有沒有不同類型的Base套件 那麼巧就找到這款 二型的四元Base 看細節一點 都有一個配件齊全的半成品 但是它的完成程度 就比肥仔那支Jazz Bass低一點 就是說我們安裝的功夫還要多一點 例如它來到的時候 甚至琴柄都沒有上漆 於是馬仔 就要自己拿它去噴Nigger 這個過程不容易的 打磨拋缸不好 很影響彈奏 而它的Base方面 馬仔就選擇不用木頭的顏色 而噴了黑色 他覺得這樣比較有型 而它的琴柄 和琴身的接合方面 也是未做好的 我們要試圖合力 把接合的位置 用作批走了一點 才能夠把琴柄 完美和琴身結合 來來來 接合了之後 後面的四顆螺絲位 都還未轉開 要自己動手度位去轉 相信大家都應該明白 琴柄和琴身的接合 是多重要的 因此四顆螺絲安裝的位置 要很準確 之後我們都發現 在安裝過程 很多地方是不就手的 就像這個JACKO的孔 根本還未轉得夠大 要將這個插座扭進去 根本就不可能 於是我們只能夠轉大 這個洞 用插座 在木頭上供螺絲瓦 最後再用金屬片和螺絲 把插座安裝好 至於兩個Pick Up的安裝 反而一點不難 因為一個肥一個收 位置是突突的 Duel Coil 那個很清楚 用三口長螺絲安裝 在琴身 而Single Coil 那個 就用四口螺絲 好了 玩到接線了 這三個Potentiometer 千萬不要這麼快 裝到其他身上 因為扭進去 你很難看線 所以我認為 正確方法 是根據接線圖 先將電容 和三個可變電阻之間的連線看好 然後才整個抽 一起放入琴身裏面 然後才在琴身外面 加上戒指和絲目 去固定三個可變電阻 最後才在這個合窄空間裏面 將兩個Pick Up 和Jack Out的連線看好 攝線肯定沒有錯誤之後 就可以蓋上蓋子 和裝好螺絲 而在正面 為三個可變電阻 吸回旋扭 之後我們要做這個步驟 在所有結他和小結他的製作 都是要做到的 就是要肯定十二品 在整琴橋和上弦枕的 剛剛中間的位置 做法很簡單 例如量度了 上弦枕到十二品是432mm 就把琴橋上面的下弦枕 安排在距離十二品 432mm的位置就可以了 一定要非常肯定 才可以用螺絲 安裝好過琴橋 不過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在電結他和Bass的製作方面 琴橋上面的下弦枕 是可以用螺絲來微調它的位置 所以就算它安裝的位置 有少少錯誤也不要緊 之後要做的就比較簡單 就是按照E、A、D、G的順序 穿好四條弦枕 也將弦枕導引至琴橋的Machine Head 用調弦枕扭來鎖緊它 安裝好弦枕之後 自然就要接駁擴音機和進行調弦枕 調好弦枕之後 只要我們想檢查一下 剛才裝琴橋和下弦枕的位置 準不準確的做法 很簡單 就是輕輕碰著十二品品枕的位置 去彈這個泛音 只要在這個位置 能夠準確彈出靚的泛音 就表示琴橋的位置正確 すれば,到時候可以去除可了 1,2,1,3,3,4,1 2,3,3,1 2,3,3,2,3,2,3,3,4,2,3,4,4,2,4,1 1,2,3,4,3,4,2,4,3,4,4,3,2,3,4,5,1 Bass製作出來,有些彈彈嗎? 不太懂,自己打開鼓就告奇這個樂器 所以想嘗試做一下 好,其實你懂得打鼓,你懂得低音好節奏 你學Bass應該會更厲害 將來的節奏變成在Bass製作出來 很多人以為彈Bass就是剛才那幾個 真正會彈Bass的人,Bass的節奏感很強 如果你有心機就可以慢慢學下去 好吧,今天我們分享了這支耳型Bass製作課程 今天分享到這裡為止 我是家老師,他是馬仔 如果你有興趣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和分享出去 拜拜